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车见车胞胎的博主,珊珊 那今天这期节目的话呢,跟大家分享呢,就是怎么来美国上免费的大学学英文的那些事 还没有点赞关注珊珊的朋友的话呢,请记得动用一下你的小手指,点赞关注一下 有个朋友呢,在微信上跟珊珊说,想让珊珊跟大家分享一下来美国哪里有免费学英文的地方 因为她想要来美国打工,然后大家也知道来美国,你来到美国到你拿到工卡 中间是有半年到一年,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 那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如果你没有找到打黑工的地方的话 那你这段时间又不能打工,那要做什么呢 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当中,我都很建议朋友们去读一下免费的英文教学 所以说美国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好啊,什么都免费啊 我们经常说,好不容易薅到资本主义的羊毛啊 所以呢,大家如果来到美国呢,千万不要浪费这白白薅资本主义羊毛的机会 那美国这种每一个城市,它都有免费的社区大学 那在社区大学里边呢,都有免费的ESL这个所谓的英语的这个免费教育的这种课程 而且它不限年纪非常好,从18岁以上到65岁啊,70岁你都可以去学 只要你有想学的这种冲动和欲望,还有你能付诸行动 那美国的学校是非常欢迎你去的 而且呢,在这个学校里边 你的所有的老师啊,教室啊,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免费的啊,非常好 那么,这个英文学习呢,一共分六个阶段 我们说的从level 1到level 2,level 3,level 4,level 5,level 6啊 那你如果读到level 5,level 6,你就可以去拿正规大学里边的一些专业的课程 那如果说你不想继续再上大学,你就只是想,呃,这个打工生活 那你学到level 5,level 6,你就已经可以cover你在美国的这种生活了 当然你一些专业上的东西,你还是需要去专业系统的去进行学习 那如果只是简单的生活的话,那你学这个六年级就已经不错了 那从,呃,level 1到level 2,这一个阶段的话呢 它是大概需要三到四个月的时间 所以你如果要把level 6学完的话呢 大概整个时间是需要两,差不多两年的一个这个过程 那,呃,在这两年的时间当中,呃,你就可以想想 那你到底是学习重要,还是去打工赚钱重要 取决于每一个人的这个经济这个水平啊 那你能支撑你不工作,你能这个免费上学上到多久啊 那所以这个是你需要去考虑的 那除此之外的话呢,呃,学习虽然是不花钱的 但是课本是需要自己花钱买的 那你也知道美国的课本是非常贵的 那我们呃,可以怎么办呢 去买,就是比方你要读一年级 那你可以到二年级去问,谁有一年级的书卖啊 你可以去买他们的旧书 这样子你就可以省掉一半的这种费用啊 那也是比较省钱的 走社区大学学免费的英文课的话呢 取决于你要在哪个城市去上 那如果你是住在华人区啊 你想要在附近的这个社区大学去学这个英文的话呢 那你可能需要排队 有时候要排两三个月,有时候排三四个月啊 因为华人比较多嘛 那如果你是在老美区啊,没什么华人的话 那可能你刚报完名,没两条的通知 你可以去测试去上课了 如果你上班的话呢,也不用担心 像这样的英文课程的话 它分早上课,中午课和晚上课 就是为了方便那些上班的朋友啊 那有些白天上班的,你可以选择晚上上课 那如果你是晚上上班的,你就可以选择白天上课 所以非常人性化啊 当然你如果是白天上课的话 你一个星期可以上五天,周一到周五 那如果你是上晚上课的话呢 你就只能上四天 周一到周四,周五晚上是Happy Friday啊 那老师都要回去酒吧喝酒去玩 所以没人跟你上课啊 所以呢,你上晚上课就是上四天 你如果上白天课的话呢 你就可以上五天 那为什么要排队呢 因为有时候像华人比较多啊 因为还有些老天老太太 他没事情做啊 像我们的父母移民来了以后 又听不懂哦 都当个这个哑巴,瞎子 然后瘸子什么的 因为听不懂 那又没有朋友 儿女出去上班了 自己一个人在家待着很孤独 那你看中文电视天天都是唐人电视台 除了骂共产党 就是骂共产党 然后他也很无聊 又没有朋友什么的 也没有麻将可以打三缺一啊 是,你要说在中国是三缺一 在美国是一缺三啊 像我妈来了以后也没有广场舞可以跳啊 你敢开音想跳舞 那隔壁邻居就举报你 你这个是扰乱这个制造噪音 扰乱这个社区这个治安啊 那所以他老年人很无聊啊 那就给他报个名 他就可以去学这个英文啊 然后呢 老头老太太 还在这个教室里面这个交朋友啊 大家没事还可以去聊聊天啊 混混时间 所以说人比较多 华人去那你就需要排队 排两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啊 然后然后排到你的时候呢 就通知你去测试啊 就是对着电脑做题 看看你的英文在哪一个水平啊 那你刚开始呢 又比较难 那难的你不会呢 他就给你来一点简单的题 那简单的再不会呢 就来点更简单的题 反正你如果英文都不好的话 你就从ABC开始学啊 就是这个从一年级开始学 然后就一年级上三个月 那老师觉得你可以了考试啊 那老师觉得你考试过了以后 你就把你升到二年级 那二年级再读三个月 然后老师觉得你考试又过关了 你又可以升到三年级啊 所以呢就这么三个月 周而复始的这么这个 把自己的这个英文水平去提高 那像这种上课的话呢 既然是不要钱的 这是政府的福利啊 他也不要求你的身份 你没有身份他也是免费提供给你的 所以美国这一点就是好 他不是这个就是说 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在美国啊 比方说你没有身份 你黑下来你也不需要担心 只要你没有犯罪 没有人会把你钱送回去的 你也不需要担心说 哎我去学校注册去报名的话 我也没有身份 那学校为什么会要给我去上啊 那学校是不管的 就包括你去申请驾照也是 那呃这个交管局 他也是不管你有没有身份的啊 那呃因为你有没有身份 这个是关移民局的事啊 跟交管局跟学校 这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你放心大胆的 你去报名注册啊 他也不会要求看你有没有合法的 拘留在美国的身份 才给你去上这种免费的这个学校 最重要的呢 美国啊呃其他的州我不知道 因为我是在洛杉矶啊 那你看一下洛杉矶 所有的地方parking停车都是不花钱的 除了洛杉矶当趟就是市中心那个地方呃停车需要花钱之外啊 那就是剩下大学里边停车需要花钱的 那我刚来美国的时候那会去上大学就是不知道啊 去报名注册的时候 也不知道说要买一个停 临时的一个parking的一个票啊 那个停车费 可能就两美金这样子 但是不知道就把车停在那儿就去注册 你知道美国人办事又慢啊 一注册注册了两三个小时啊 出来一看光当呃 学校警察局给你贴一罚单啊 那又被罚了好几十块啊 所以我们的这些经验啊 这真的都是真金白银 花钱买来的 所以我把这些经验啊 无偿的这个奉献分享给大家 你们还不点赞关注 真的太没有心 这个上课呢 它也是有要求的 就是也要打考勤的啊 你不能老师迟到啊 或者旷课啊 你如果有事儿 你得跟老师请假 那你假也不能请多了啊 那你请多了 或者你旷课旷多了 你就会被老师给cancel 给取消了你的学籍啊 那你就 你的这个名额就会 这个转让给那些 还在排队的那些同学们 所以说 虽然是免费的 你也要遵守这个学校的这个规矩 学校的这个纪律啊 那当然 嗯 我说过去学习 其实还是很费钱的 因为你在美国要负担你的房租 你的车子 你的这个保险 你的这个生活 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条件 啊 放下工作 然后呢 每天就只是去学习的 所以这是一把双刃剑 是取决于自己 那如果一门心事的 就像很多以前的那些福建人偷渡来了 第一 第二天就钻到这中餐馆里面去打工 打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就是连那个城市的门都没有出过 然后英语连ABC 呃 二十四个字母都认不清楚 那你在美国永远干的 就是社会最底层的工作 你你的选择面就是非常窄的 当然你如果真的是这个静下心来 认真的去学两年英文 那可能你未来选择的工作啊 你的发展啊等等 可能又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把双刃剑 那你要来美国的话呢 还是要考虑清楚啊 那怎么去负担你自己的这个生活 那好了 今天的这期内容呢 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了 那如果还想要了解什么的话呢 也可以跟我发消息 那嗯 还没有点赞关注啊 珊珊的朋友呢 记得点赞关注 那我们下一期节目呢 我们再见 我们再见